哇 超大隻的 各位看 好久沒有吃那麼爽的螃蟹 我們這次住幾樓 這次住32樓 32樓是最高樓層 不愧是無星級飯店的早餐 也是非常的豐富 我們在這邊稍微晒晒太陽 享受一下以後的時光 這邊有一家很漂亮的咖啡店 叫做 我們現在來到警察局 然後就是等 抽到馬牌 好 大家好 我是Nik 我是阮神神 我們現在來到了 曼谷 Sawwadika 那既有我們上次的 華心度假之旅 Chill完之後 我們來到了曼谷市區 那我現在在的位置 是希爾頓旗下 非常有名的高級酒店 叫做 康萊的飯店 對 那我們這期影片 除了會在 曼谷市區 來個簡單的小旅行之外 我們也會開箱 這次的酒店 給大家看看 那現在我們到的時間 已經偏晚上 所以我們就要準備 來去享用 泰式料理 那聽說是非常有人氣的店家 那我們就廢話不說 開始出發 看下我們今天的影片 出發 我們現在就來吃飯啦 然後這家店的話 其實算是網路上的風評蠻好 蠻推薦的 也可以網路上的預約餐廳 它叫做 尚未以太餐廳 它在曼谷有四間分店 然後全部都是可以網路 預約的 它招牌是這個 咖哩蟹 種類真的很多耶 不過我們兩個年紀大家都吃不多 所以我們就 簡簡單單給個四樣 來吃吧 很多人 Care 來喝完 你覺得你的看起來跟我的脂肪很像 你常喝好的味道在看嗎 不會耶 會放那個 脆這個 這是酸梅姿耶 新鮮酸梅姿 它感覺因為巧克力沒有那麼脆 穿燙過 很累 哇 他們家的這個主角就是這個啦 咖哩螃蟹 真的來了 然後就算重量 超大隻的各位看 好久沒有吃那麼爽的螃蟹了 因為我覺得 CP值我覺得算高啊 就以前1000多嘛 對 所以 我把我手持起來 一秒鐘 我讓你知道 我讓你讓你走 你給我一點愛 那邊的空 每一邊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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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完晚餐 我們就步行回到我們的飯店 要來簡單開箱房間給大家看 在開箱房間之前 你覺得我們的晚餐好吃嗎 我覺得那個螃蟹很厲害 對 然後就只有螃蟹很厲害 因為這家餐廳算是 可能在台灣人眼中還蠻有名的 還蠻多台灣人的 對 然後我自己沒吃過想要來吃吃看 但是我覺得有點失望 就 吃起來我覺得還好啦 所以我覺得 大家 假如很想吃咖哩螃蟹的話 我覺得別的地方也有蠻好吃的 應該也不一定要來這家 就是人有點多 除非你有預約 不然應該都是要排隊 那我們就來簡單看一下房間吧 登登 我們這隻住幾樓 這隻住32樓 32樓是最高樓層喔 但是就是一個很簡單的房間 並沒有因為樓層特別高 就是房間很大 但可以看得出來 他是比較有年紀一點 不知道跟老師誰比較老 誰比較老 我才20歲 哈哈 但就是一種古色古香 然後充滿這種 慢古情調的感覺 不錯就是 瓶裝水也是給很大關 而且很有分量 是玻璃瓶 然後電視也蠻大的 床還沒有睡不曉得怎麼樣 然後要值得讚賞的是 浴室也蠻大的喔 而且非常的 可以讓空間看起來更大的一個窗簾 就是假如害羞可以把它拉起來 浴缸算是還蠻大的 只不過就是還算沒有免治馬桶 然後也有淋浴 然後整個房間就是這種感覺 我是覺得就是 以在曼谷希爾頓旗下的飯店的話 這家算是稍微比較便宜一點 因為他年紀比較大一點 地點的話我覺得也不算到 就是中規中矩啊 因為他其實離車站有一段距離 但是他有提供免費的接駁車 然後32層樓嗎 對 我們的晚上其實不曉得 我覺得夜景跟之前看到的比起來 我覺得 沒有到令人非常驚豔的感覺 那以上就是房間的開箱 老師我們要 跟大家 說拜拜 說晚安 說晚安 明天再來開箱早餐給大家看 早安 晚安 大家早安 嗨 早安 那我們現在要去吃飯店的早餐 那我發現這家飯店的鏡子很多耶 你不覺得嗎 後面好笑我 前前後後 然後另外一邊 就是這邊有鏡子 然後浴室裡面又有 就是充滿鏡子的一個房間 要你隨時保持一樓 哈哈 好啦 我們這康萊德早餐 應該是五星期飯店 應該還不錯 然後我們是住32樓 早餐是在2樓的咖啡 對 對 那我們就吃早餐去 你隨便可以 在你身上去 那麼快 師姐姐 inherited 非常燥 meu sz丁 你多少 我看一看 你幾乎 你好 你去 Arch 我看一看 五星期嗎 我看一看 你幾乎 那 五星期 你不股 四星期 對吧 不愧是五星級飯店的早餐也是非常的豐富 然後也有一些很特別很當地的泰式 也有綠咖哩 然後還有一些很沒看過的 像是這種用竹葉包的炸雞 然後很像那種炸的義式水餃 然後他們這邊的蛋料理都是用單點製的 然後我很習慣來每家飯店都要品嚐一下 它的班尼迪克蛋 因為可以看得出就是這家店的技術好不好 然後我覺得現在的蛋可能比較貴 以前的飯店可能都有那種炒蛋 對,但現在就是都沒有就是那種單點製 他們這邊學飲料的話呢 服務生也會先問你要喝茶咖啡 但這邊也是有泰式奶茶咖啡選 我們來吃班尼迪克蛋來檢驗一下飯店的技術好不好 我覺得它的班尼迪克蛋就是比我們前幾天在華新的週季吃的蛋黃 我覺得它是煮得很剛好就是可以流出來的 那我們上次吃的話就是它有點煮太熟了 我覺得比週季的好吃 我覺得他們的餐廳用餐環境感覺比較擁擠一點 就是你會跟隔壁桌子就是蠻近的 然後取暇的地方也是蠻集中的 有時候人一多起來其實就是要排隊 我覺得這一點的話會讓我覺得有一點 幸好那樣吃個早餐有點人擠人 不過今天是週末假日啊 人潮就比較多 加上就是日本現在是放假 所以其實來曼谷的日本人也非常的多 吃完豐盛的早餐呢 就決定趁著專利老師在房間剪片啊 準備他的日文教學 我就來開箱一下這家飯店的健身房給大家看 順便運動一下 那我現在在位置呢是他飯店的七樓 那七樓除了有SPA還有泳池 最重要就是有一個超級大的健身房 應該算是我有史以來住過的飯店 就是最大最大的健身房 就來帶大家看一下吧 那這家飯店其實算是老字號的飯店 那早期的飯店就比較沒有那種高空的無邊際泳池 對就比較沒有無邊際泳池 他就是有點像是都市叢林嘛 就弄在七樓這樣子 那他這邊的話就只有一個大泳池 還有一個小朋友的泳池池 其實位置算是蠻多 但是我覺得入住的房客也很多 然後再加上今天是 禮拜天 對就人潮比較多一點 然後我覺得小朋友親子也比較多一點 所以我覺得好像比較沒有那麼悠閒Chill的感覺 就有點在都市中找一個可以呼吸的地方 而且我們上面沒有閃 對然後他沒有每個位置都配閃 所以我們上面就是剛好沒辦法遮陽 就比較晚來就其他位置都被站走了 然後這邊有個酒吧也是可以點一些飲料啊 慶食來吃 好我們現在就再稍微曬曬太陽 享受一下午後的時光 然後再繼續我們的行程 我們今天我們就點了兩杯 五十冰沙的那是太多了 一杯是泰銖的 250 所以大概就是飯店的價格 我們介紹一下這個 這杯是美股 叫做Berry B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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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Mango Tango 你要講 很濃耶 超濃的 不是很濃 我剛才看到線把那個芒果切起來 然後下去打 蒸芒果 蒸芒果魚加莓果 他那喝冰淇淋 就是新鮮芒果吃的 對 所以果我覺得比較芒果 那甜 對 芒果還蠻清淡 那味噌 忘了放糖 好醬 好醬 所以現在就下來泡泡水 因為其實暗上滿熱的 然後曼谷的夏天呢 雖然下午可能會下雨 但其實白天沒下雨的時候 氣溫也是到三、五、三、六 就蠻高溫的 不然泡泡水很舒服 池子其實很大 但是因為這棟飯店額也蠻多 所以遊客、住客很多 就會讓我感覺好像很擠 然後就池子有點小 對啊 這還蠻chill的 就是給別人關心路 好像這邊 我們的行程就是沒有行程 泳池chill完之後呢 終於要來我們今天的行程啦 因為來到曼谷呢 不能錯過的就是非常有名 很漂亮很適合拍照打卡的咖啡店 而且最近又開了非常多 很有特色的咖啡店 我們現在就來到一個叫通羅區 這邊比較多日本人 這邊有一家很漂亮的咖啡店叫做 Hatton 它賣的東西是比較偏有機的 感覺比較健康一點 然後價位也沒有到很貴 其實我們兩個都還沒有吃午餐 現在已經下午4點了 我們就進去喝杯咖啡吃點東西吧 進來這家咖啡店啊 然後發生一件非常非常非常緊急的事情 就是我們剛剛搭的Grab 就是泰國那個計程車啊 就是App轎車 我們來到了咖啡店 然後我們下車之後就進來之後 抓你要付錢的時候才發現呢 他的錢包忘在車上不見了 所以現在非常緊張 他現在在處理 然後我能夠幫他就是呢 把所有的資料收集好 然後呢 客服了 能聯絡就聯絡 其實他的App可以聯絡司機 但是司機一直沒有接電話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很麻煩 因為抓你的所有證件啊都在裡面 他現在只有護照 然後其他什麼債留卡什麼啊 信用卡還有錢啊都在裡面 啊希望可以找回來 他就每次發白吧 我現在好緊張喔 還能做就先做 不能辦 重點能入鏡就好了吧 只要再說了不能辦 好奇怪喔 我下車的時候就沒有看到啊 有的話應該要看到啊 有不會看到吧 但是 為什麼啊 你覺得我有帶 我確定覺得有帶 如果司機說沒有的話 那就馬上停卡了 對不起 有人觸碰你嗎 對 沒有 我現在來到警察局 然後就是等抽號碼牌 然後報案 然後看能不能就是保險的人都要賠禮物 但保險要賠的話就是要有證明 所以要請警察派證明 然後公開把信用卡先停一停 所以抓你正在辛苦的停信用卡 剛剛其實有請警察幫我們查 就是給他grab一個車號 然後留到司機 然後司機說 車就是沒有掉任何錢包 所以我們懷疑就是已經被其他乘客拿走了 或是下車的時候掉了 被路人捐走 所以不管怎樣我覺得 找回的機率有點頂 所以我們只能把該座的做一做喔 不得了不得了 我們剛剛在警察局搞了兩個小時 然後都被好暗了 然後都做好就是一切準備 然後把卡也停了 然後 就是 我們現在回到飯店想說休息一下在出門 結果呢 左翼老師說 他的錢包在飯店裡 在包包裡 我就說我沒看到嘛 奇怪了 你絕對有帶 我絕對你絕對有帶 我絕對你絕對有帶 哇這是一場三溫暖 累死了 去吃飯啦 好我先吃飯 好啦我們待會去吃飯 然後呢明天我要回台灣他要回日本 所以我們要去買賣土產 剛剛把下午茶也沒吃成 然後就跑去警察局 然後餓了樣子 沒錯對不起 走去吃飯 因為我們行程突然變成警察局呢 就是花了蠻多時間的 沒錯 所以就找了可以吃飯又可以買土產的地方 就是這邊叫做 這邊的話就是他對面就有很有名的Big C 就是大家買土產會去的 然後這邊有一家泰式料理 平價還不錯喔 然後我們昨天吃的泰式料理 真的沒有到非常好吃 就想說來找一家 看能不能吃到比較好吃的 青木瓜絲 真的我好想吃青木瓜絲 現在有點累到 肚子有點悶悶的 想吃點酸的 沒有吃的泰式料理 居然大排長了 所以我們就抽了號碼牌呢 就是為了階層時間呢 我們就先來到了Big C 那這邊的Big C 我自己覺得跟我之前去年年底來比起來 我覺得真的人太多了 有點難逛 而且就是整個要大排隊 然後在那之前我們也買了 就是終於喝掉這個 手錶的泰式奶茶 X好便宜喔 這樣才泰式是很快 我們前幾天在機場喝啊 都要破百泰式 真的是蠻貴的 而且這一家真的茶味蠻濃 蠻好喝的 那我們就要這邊趕快把土產買一買 現在中山泥一直在排隊 然後再回去讀讀看看 看我們吃不吃得到 剛剛幾點了 大概9點多 然後我們吃晚餐沒 還沒吃 誰的問題 這就直接當晚餐了 買一堆媽媽麵 這些應該是大家來泰國必買的 我們原本要吃的百貨公司裡面的 台式料理就是它現在打烊了 所以我們就直接來吃非常接地氣的 路邊攤 也不算路邊攤啦 它就是真的非常很像那種台式熱炒店 給大家看一下環境 就完完全全完完全全的就是沒有冷氣 然後價位我覺得還算OK啦 就畢竟這邊比較適中心一點 而且它菜單還蠻豐富的 就是也有中文啊 也有英文 就不太會點錯這樣子 待會來試試看味道怎麼樣 因為它在Google Map上評價也是蠻高的 台中菜都那麼順利 然後我們的曼谷之旅就來到瑋蘇了 因為這次最主要是想要去黃新度假 然後不管怎樣都是要回到曼谷 然後我們明天就要大家一早 我們飛機就要各一份西宮了 那這次來曼谷說這個命運多長 我太晚錯了 學到的景點 它要怎麼移出東西是怎麼 要偷案 對然後大家出得完一定要記得保險 不怕一萬 不怕萬一 然後要是真的遇上了一些東西被偷啊 或不見的話 就記得到我們警察局就是 備案啊 就是沒有辦法申請保險跟禮 希望以後不會再發生 我們之前影片也要在這邊做結尾啦 那喜歡影片的話記得幫我 按讚訂閱分享小鈴鐺 那也記得Follow我們的IG喔 我是NICK 我是專員先生 下幾天見 掰掰